女儿外出打工,一个月就往家里面寄了十万块 父亲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跑到那一看,果断选择了报警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是一个网友分享的故事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一起看看吧 这个事情发生在一户农村家庭 这户家里呢,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是一对农凤胎 他们家的家庭条件呢,不是特别的好 父亲在家里面务农 每年呢,就种一点玉米,小麦,土豆这些 家里面呢,还养了牛和羊 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残疾人 听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生病 下半生就瘫痪了 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呢,才六岁多 自从母亲生病之后呢 母亲的医药费也是花了十几万 当时家里面也欠了很多的账 所有的担子呢,都压在了父亲的身上 一个人呢,靠着种地是挣不了多少钱的 他的父亲就选择了去外面给人家挖煤矿 希望可以把家里面的钱早一点给人家还上 母亲也经常靠着吃药来缓解病痛 两个孩子在家里面也是非常的懂事 从小就会帮父亲分担一些家务 从小呢,就学会了喂猪,喂羊 这些农活,干农活洗衣服就更别说了 村子里面的人见到他呢,都会夸他们懂事 夸他们孝顺 虽然在这么一个条件下成长 但是女儿和儿子的成绩却都一直非常的好 女儿呢,一直是班上的前三名 后来他们两姐弟如愿的考上了一个大学 考上大学之后,父亲就特别的高兴 想着两个孩子这一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但是表面上的风光 可是两个孩子的学费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们算了一下,光学费一年就要一万多 女儿呢,当时就想着说自己不读书了 出来打工供弟弟上学 但是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 觉得既然你们两人都考上了 他就是卖血,也得让他们去上学 所以就拒绝了女儿的辍学 儿子和女儿呢也知道家里面的状况 父亲为了让他们上学 这几年真的是太辛苦了 不仅要支撑起家 还要考虑他们两人的学费 在工地上面干出了一身病 就是为了宰下更多的学费 让他们去读书 从来呢都不舍得去医院里面看看 哪里痛了呢就吃纸片止疼药一直维持着 但是他也没有一句越言 两个孩子把这些都看在眼里 父亲这么苦 女儿本打算放弃学业去赚钱 但父亲以死相逼没有办法 父亲说如果他不好好的读书就回家喝农药 女儿只能乖乖去上了大学 当报名的这一天 父亲用满是老茧的手递给他们每人一万块钱 让他们在学校里面一定要好好学习 两姐弟看着这一万块钱就直接跪倒在了父亲面前 他们知道这些钱都是父亲用命去换了的 后来在大学里他们也都去外面找各种各样的兼职 只要是能赚钱呢他们都会去做 但是呢这样也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业 女儿每年还能拿到奖学金 还有贫困辅助金 儿子的成绩也不错 每年也能拿点奖学金 但暑假的时候女儿为了多赚点学费就没有回家 就打了个电话跟父亲说自己暑假就不回去了 在外面想找一份工作多赚一点学费 还能帮父亲缓解一下压力 他父亲就同意了 儿子就回去帮父亲做点农活收收嫁妆 刚放假的时候呢 女儿就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 饭店里面的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包吃包住 虽然说工资不是按高 但对他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包吃包住能省下来很多费用 每个月的话基本上也能攒个将近两千块钱 他非常的满足了 他干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候 他工作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就跟他说 让你现在在这个小饭店上班 你一天12个小时才能赚两千多块钱 我给你介绍一个更赚钱的工作 刚开始女儿就问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朋友就说只要你好好干 一个月赚万把块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刚开始呢女孩他有点不幸 就想着自己还是踏踏实实在这当服务员吧 可后来有一天他弟弟打电话过来 说爸爸在矿上晕倒了 被几个人给抬了出来 检查后说是劳累过度 这一下可把女儿给吓坏了 他立马去找老板请了一天的假 回去看望父亲 看到父亲为了这个家 为了多去赚点钱 把自己的身体都给泪垮了 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于是当天晚上他就联系了他那个朋友 就问他那些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工作到底靠不靠谱 朋友就跟他说你放心吧 这个工作绝对靠谱的 于是女儿就把饭店的工作辞了 跟着他这个朋友去了外申干这个新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女儿也是感觉不能接受 毕竟自己是在大学收过高等教育的 他知道现在的这个事是绝对不能干的 但是你架不住家里确实需要钱 而且那边的人每天对他一番洗脑 最终他也就答应了人家 一个月之后他们还真赚到了不少钱 那些人也信守承诺给他银行卡里转了十万 女儿拿到这笔钱之后想都没想就给家里面打了过去 这个时候呢 他的父亲正在矿里面工作 没有信号 当他从矿里面出来之后收到了银行的一条短信 说是银行卡上显示多了十万 他一下子就懵了 他心想 这是不是谁打错了 就赶紧跑到县城里面的银行去问 经过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是没错的 是外省给他转过来的 他这才突然想起来一个月前 女儿说自己要去外省打工 难道这个钱是女儿打过来的吗 带着疑惑 他就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女儿当时也承认了 说这些钱就是他打过去的 他父亲就问了一下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一个月能赚这么多钱 没想到女儿在那边支支吾吾的 最后就说你放心 我在这干得很好 老板觉得我能干 就预支了很多工作给我 让我也不要回去上学了 父亲一听顿时就说 你不回去上学那怎么行 我供你上学那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让你把大学上完 能够光宗耀族 你说你现在刚出去打工 一个月就赚了这么多钱 你还不回来不输呢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就找女儿要了一个地址 女儿告诉他以后呢 父亲就回到家 把家里的事情简单交代了一下 就请了假 去女儿所在的城市 他拿着女儿给他的地址就开始找 没想到最后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他仔细对了一遍地址 发现确实是这样 他就感觉不怎么对劲 因为女儿说他在工厂里面工作 可这个工厂一看就废弃很久了呀 走近一看工厂的大门都生锈了 锁得死死的 但他隐隐约约又能听见工厂里面好像有什么动静 他便使劲拍打大门 喊了几声之后 里面居然安静了起来 他顿时就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的简单 于是他就赶紧跑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果断的拨打了110 等警察来了之后 他们就一起冲了进去 看见里面有20多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女儿 后来警方一番调查之后 才发现他们干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而是一个电信诈骗团伙 女儿看到自己的父亲之后 一下也就惊呆了 就说父亲怎么跑这么远来找他 他也羞愧的低下了头 眼角的泪水也瞬间流了下来 他突然发现父亲又苍老了很多 头发也白了 皱纹也多了 他心里特别的难过 感觉自己真的是太不孝顺 太对不起父亲了 女儿的父亲发现他之后 也直接把他从人群里面拖了出来 就说 我宁愿每天在家吃康宴菜 我宁愿卖生卖学 也不供你读书 也不能让你继续干这样违法的事了 你读了这么多年书 是白读了吗 我希望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女孩 没想到你居然在这种地方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父亲他瞬间就哭了起来 女孩听到父亲这么说就跪到在父亲面前说自己错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干这个事了 就一个劲的在这道歉 父亲见他那样子也是非常的心疼 就把他拉起来说 你知道错了就好 赶紧起来 你该接受处罚就该接受处罚 其实他的本性并不坏 女儿是个非常善良懂事又孝顺的人 她的初衷也只是想帮父亲分担一下家里的压力 屏幕前的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